好,大家下午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下午的学研课程 今天市场继续的调整,那当然这个调整是在预期内的 因为昨天指数下午拉回去了,对吧 所以昨天指数拉回去了以后呢,等于说是分时的结构没有调好 那么所以今天继续调整吧 那今天这个调整呢,我觉得差不多 等一下我来说一下隐患啊 我在这里画了一根线,对吧 这根线其实就是一个小的颈线位 这个颈线位的位置呢,就是在3070点到3073点这个位置上 这是一个就是比较明显的颈线的位置 那么这种颈线的,这种颈线呢 就是通常是有阻力的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就是 从短期来讲,因为在这个位置上它需要有一个震荡 震荡完了以后才有可能再去向上冲,对吧 就是冲击3100点以上的位置 所以昨天实际上呢,就是因为昨天我们中午的时候就讲了,对吧 下午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要小心这个30分钟的调整 就时间就30分钟的指标时差了以后,它会有调整,对吧 那,所以这个调整呢,因为本来如果说下午继续调,那挺好的 结果下午呢,没有调,又往上顶了一顶,对吧 就拉回去了,那这个拉回去时间就变成了今天 本来是什么呢,昨天下午调一调,到今天上午就调整结束 那后面能够再往上攻了,对吧 但是因为下午多走了一个结构嘛 那么今天等于说全天都是一个调整的情况 那调整呢,也还行啊 嗯,我们来看一下吧 下方的五路均线,因为有比较强的支撑 我今天中午的五平也说了 所以指数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调整空间 下午呢,就是一个探底,然后回升 跟预期也差不多 那么然后呢 明天就是一个被动的触碰 因为五日均线向上了嘛 就是等于说是被动的触碰 那这个是从上证来讲 创业版也差不多 大家可以看,创业版是稍微弱一点 碰了五日均线上来 那五日均线也是有支撑的 然后就是生存值 生存值也差一点点 明天也是要上去 那我在这里我想说一下 其实这个指数 中正一千 中正一千 今天中正一千的这个妻子好像早上有欧龙子 对吧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中正一千是走得很强的 因为他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 就是前面那个地方就打了一个低点 对吧 就是10月12号 在这个地方是没有低点 然后他做了一个类似于像 这个破底翻式的 对吧 就是就是这个 突破了前面那个点 突破了前面那个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在60分钟上率先变成了 隔三背离 也就是说出现了顶背离 所以实际上 中正一千指数 已经率先有可能 见到高点了 也就是说后面 大家要特别留意 中正一千的这个指数 如果中正一千的指数走不上去了 就就在这里横在那里了 那么 要小心反弹 在这个位置上有可能会提前的结束 对吧 当然他也可以继续在网上 但整个来讲 因为中正一千这个地方 等于说是首先肯定是要先调整了 对吧 所以中正一千调整呢 你也不可能说其他的这个指数都不调 肯定也会调配就是强弱的问题 所以实际上中正一千就是面临着这种情况 就是要调一调 对吧 就至少要调一调 那日线现在还好 然后 三十分钟上也是很明显的 对吧 就跟主板是差不多的 都是隔三背离的这种情况 那么 显然也需要有调整 那么这是中正一千 然后我们看一下国阵两千 国阵两千的这个指数 国阵两千跟中正一千是一样的性质 差不多 如果你看六十分钟上也是比较明显 对吧 六十分钟上就是一个顶背离的样子出来 所以当然这个六十分钟 它也可以后面再往上化解 但是化解它需要有 后面有成交量跟上 不然的话 它容易形成两次背离 或者说是在高位形成震荡以后 再往下涨 那么 介于这两个指数吧 就是中正一千跟国阵两千指数 是有一些隐患的 所以我们后面几天要特别的小心 要特别的小心 好 那我说一下整体的隐患在哪里 它的隐患在成交量上 昨天呢 我做电视节目的时候也讲了 因为 互生市场 我认为需要九千亿 至少要九千亿的量 才能够保证正常的成绩 也会让这个市场的运转 包括板块轮动会相对来说比较良性 那今天我们看到的成交量是多少呢 是八千三百亿 八千三百亿的成交量相比较 昨天少了一千七百亿 那么虽然今天 可能有人会说啊这个挺好的呀 这个不是那个什么 缩量回踩吗 对是 那你我们姑且当它是最好的缩量回踩 但我个人的感觉不是很好 所以我说一下 为什么我说个人的感觉不太好呢 因为我觉得那样说的有点有点快啊 就像昨天我的感觉不好跟大家讲了 我说板块轮动太快了 这个不是什么太好的信号 因为板块轮动这么快就意味着反弹的时间 今天就不能有保证了 对吧 再加上前面跟大家讲过了 就是这个 重新画一下 对吧 就 我说这个地方的反弹 就这一波的反弹 速度太快了 就是那个力度 就是短期里面涨的力度太大了 那么这种呢 往往都不是什么太好的底部结构 那么底部结构的反弹不会那么大 幅度不会那么大 所以介于这种反弹 我觉得就后面我们要特别小心 就跟踪一下 那具体原因 昨天中午的课我们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因为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解决 对吧 包括后面几天我们要看一下 这个美国的CPI的这个数据 对吧 就是 包括我们 一个是美国CPI的数据 通胀的数据 然后 接下来还有那个 我们本身国内的 十月份的这个经济数据 对吧 也要公布 所以大家要看一下 我觉得十月份 国内的经济数据 应该不会太好 然后呢 著名的双十一要防一下 著名的双十一 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 对吧 你去回顾 你去回顾A股 历史上 双十一那一天 我们翻翻看吧 双十一那一天 往往都是 股票打折 打得比较厉害 来看一下 这个前面双十一前面也调整了 对吧 就拉上去的 后面是就是这个 呃十一月十一号才拉上去的 就前面也是调的 所以要小心一点 反正就是 呃之前 如果是双十一之前调整的 那要好一点 双十一之后调整的 我说这个双十一之前是拉的 要特别小心一点 啊 然后我们看看 这个 反正双十一都不是很好 这个也是的 大家看这一段吧 2020年的对吧 双十一之前的这种走势 你看 都是打折的 股票都是打折的 往下调的 所以大大部分的时候 前面反正反弹了 就类似一种前面反弹了 到了十一月双十一后面 都不是很好 啊 那么这次大家也小心一点吧 那 这是一个指标 对吧 就是两次成交量 像今天 呃下的太快了 只有 这个等于少了一千七百亿 那你想想看 少了一千七百亿 就是那些 在前面两天抛掉的资金没回来啊 然后北向资金 这个这两天又开始 净流出了 对吧 反正整体也不是很好 那么北向资金的这种 就是 影响嘛 我觉得 肯定会对 就是北向资金肯定还是会对市场有 一定影响的 对吧 那么 呃 不管怎么样吧 反正我觉得 从 嗯 北向的这个角度上来讲 呃 更 他们可能更 更多的考虑的就是 全全球市场的这种 资金的流动性 包括 汇率的变动 对吧 所以这个都 都有讲究 那么 嗯 上证这块 目前来看 你技术上看不出好像特别大的问题 但是这呃 成交量肯定是个隐患 你少掉的这1700亿 我觉得本身少了1000亿之内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现在少的有点多1700亿 那说明 呃 资金 就是这波反弹上去了 资金是很小心的 昨天我跟大家讲 机构又开始喊多啊 这个什么优车的呃 比会啊 等等啊 对吧 那么最重要是这个 嗯 因为这波反弹 我们看的是客创版嘛 对吧 嗯 客创版 因为今天 今天会教大家一个 一个 一个方法 就是怎么锁定利润 那 客创版 昨天是700多亿 今天的成交量只有604亿了 这是说的太快了 那 客创版如果是在700亿以下 就是成交量回到700亿以下 你要特别小心 要做好防守 好 那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 在本轮行情当中 客创版每次最多 只有两根阴线的调整 就只有两根 如果出现三根阴线 那就代表了节奏的改变 如果出现了明天 客创版继续跌 出现了三根阴线 这种节奏的改变 那你就要小心 要撤退了 就是我觉得你要防一防 是没问题的 然后我待会再来讲 你你怎么防 对吧 你手里的股票应该怎么办 好吧 那么 嗯 这个是 等于说他现在 前面的节奏都是这样 涨四天 跌两天 涨五天 跌两天 涨五天 跌两天 对吧 那按照这个节奏 明天应该是要涨的 对吧 那明天如果涨了 成交量回到700亿以上 那没问题 如果明天涨了 成交量只有600多亿 那就是缩量上涨 哪怕过高 都会形成定背离 都会形成60分钟的定背离 所以大家特别小心 特别小心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隐患 我先讲这个隐患 那么这两个隐患 就大家只能是自己盯了 对吧 我就是把方法教给大家 就是特别是客创版 因为它是这一波的先行指标 如果客创版率先走落 那其他也是一样 好 那后面我们要盯什么 那今天我们看到 因为成交量不计 所以板块轮得比较差 所以如果从板块的角度上来讲 对吧 今天肯定是没有 昨天涨的多 然后情绪指标也是继续的回落 只是下午有一点点回升 就是下午有点回升 对吧 最多的时候 今天将近4000只股票下跌 就将近4000只股票下跌 然后收盘的时候 是2800只股票 对吧 那下午的时候是 如果你看指数 下午的时候就是我说的 指跌回问 下午就是一个指跌回问 特别是最后的半小时 那么 最后的半小时呢 指数回的应该还可以 那就为明天啊 就是为明天的这个上涨 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我只能说为明天的上涨 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那明天 首要关头 就是首要的一个关 关头 就这里 我画的线 那这个是一个 颈线位的位置 就在3073吧 我们就把它当做3073 如果能够顺利突破3073 那后面就是看成交量 对吧 成交量 我觉得要重新回到 至少9000以上 就明天的成交量 回到9000以上的上涨 才是 这个上涨 才是比较 就是安全的 或者说这个上涨的成交量 才是符合条件的 不然的话呢 嗯 后面如果上涨 呃 我们 我们这么说吧 如果突破了3100点以上 我们再也看不到 万一成交量了 就是他这个突破是在 这个呃 成交量是在万一之下的 那么随时随地 指数都有 突破完了以后就下来了 好吧 嗯 板块今天轮动差 呃 然后 主要就是今天又 回到了那个嘛 原先的那个 呃 叫 信创为首的 这个软件嘛 那信创 昨天大家看过我的 观点都知道了 对吧 我说信创呢 为首的软件这块 因为没有 肯定没有结束 还会有一次 嗯 集体的这种 反弹 或者说是集体的 这个呃 就回血 那今天就是情况 对吧 最近来讲的呃 一个是我觉得 敬业达在高位 对吧 去震荡 我觉得这是好的 但今天敬业达 66.66 这个双爆打的 真的挺挺挺麻烦的 我觉得 所以这个不是什么 太好的信号 这是一个对吧 然后呢 呃 其实 最近走的比较好的 就是戈尔 嗯 就是软件 走的比较好 对吧 他等于充当了一个 呃 补障的龙头吧 对吧 一直走 我也做了一波 呃 戈尔 戈尔 我在这里就走掉 在这里就走掉 那么 呃 就是 戈尔是一个 就是在 的 信创这块 我觉得是一个 最近的这个 就是龙头的担当 然后呢 然后呢 他一个 小弟 对吧 融机软件 啊 最近走的也不错 啊 走的也不错 那么 这个是 等于说是 也算是低位的补涨吧 然后其他的 一般般吧 像这种 其他证员这些 也不能算是很好 对吧 就是轮的上涨 呃 呃 还有呢 就是今天 数字货币 对吧 就是实际上就是软件的另外一个分支吧 数字货币 今天也有表现 然后20厘米 10厘米的都有啊 这个创始科技打了一个20厘米 还年轻位老 老老 老股表 对吧 打了一个账停 那么这个呢 反正就是 今天信创啊 数字证物啊 对吧 这种呃 智慧证物啊 这些都有啊 然后因为因为拓 对吧 也是呃 跌多了吗 来个账停 但 今天包括九七软件啊 这些对吧 就老的那些 都还行啊 整体走势还行 不算很强 但也不算很弱 对吧 但是中国软件走势偏弱 啊 中军的走势偏弱 之前我们看啊 我画了这根线 反正就是顶到这根线 昨天今天 其实都是从这根线 冲不过去 那冲不过去呢 就要当做 当做这个 呃 检仓来处理 或者说是 呃 了结掉这一波的利润啊 就就这么回事 所以 呃 信创 呃 为首的软件板块 今天只能把它算作是一个 轮动的上涨 对吧 或者说轮动的反弹 因为前面两天 是其他板块在涨嘛 包括医药医疗啊 对吧 就涨 那今天 医药这块也太好 嗯 甚至要跳水啊 对吧 然后那个 2317的 重生要业 也没有封死涨停 啊 也没有封死涨停 那这个都是有点隐患的 所以这两条主线 那如果后面 嗯 退了 那么也就意味着 日波反弹就结束了 啊 所以今天实际上 我们看到的就是 基本就是软件这款 长得比较好 然后呢 盐护体力 盐护体力呢 主要是那个莫顿 啊 中军开始 呃 就是中军是中绿国际嘛 中绿国际开始 这个 呃 有点像放量了 对吧 放量了这种 没有 这个放 放量有分歧 没有形成上百 那 这个 可能盐护体力短期 也要小心 啊 也要小心 本身呢 我觉得后排股就不强 主要就是前排的这种博弈啊 前排的呢 那个 沃顿 还是三连版 那个另外一个叫 这个中大矿业 今天不行了 对吧 就是就先下来了 所以 这块呢 就是 只能是 也是当做一个 呃 过渡性的题材吧 然后那个黄金概念 对吧 贵金属 昨天我说了 其实 美联储的这个 呃 加息的这种预期的减缓 呃 反映在排面上 最直接的就是黄金 啊 就是贵金属黄金 那么 确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贵金属黄金的这种 表现 就短期 那 我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贵金属黄金 短期的表现一直很强 对吧 那 当然你要买嘛 就是 这种肯定是最好的了 对吧 就这类最好 就像 就像你要买稀土 我举个例子 嗯 你要买稀土 肯定就是 中国稀土是后面 不是让你现在买啊 如果说你对稀土 永迟满快感兴趣 那中国稀土 这个种身位股 肯定是 就是第一个身位股 第二个属于中军 对吧 那这种跌下来 你去买 没问题 所以你要搞清楚 你就是要 搞得很 很清楚 那么 黄金也是一样的 对吧 那 金贵营业这种 第一个位置比较低 价格比较低 对吧 那弹性肯定是可以的 那其他的可能 就是这种 今天涨的比较多 一个是横邦 对吧 这个 这种位置也比较低的 还有呢 就是之前的湖南黄金 这种就是 趋势走得比较好 所以 黄金这块呢 其实更多的 就是我说的 就反映的 反映了更多的 就是来自于这个 美联储加息的 这个脚步放缓的预期 所以 只能 这种品种呢 只能是去 潜伏吧 逢低潜伏吧 好吧 然后这个 医药这块呢 主要新冠药还行 新冠药还行 那么 那个 等于说 华生 华生制药 可能 如果应该是 直接被按掉的话 那就是对 医药股这块 可能也是个 负反馈 对吧 然后就是看看 众生药业 众生如果打不上去 那就医药股这边 短期要说小心点 短期要小心点 好 然后 还有几条线 跟大家说一下 还有几条线 一个是来自于 3029的 天鹅股份 它代表的是 这个叫做 供销社概念 对吧 那么 你们也看过我 这个周 周末的文章了 就我比较看 天鹅 对吧 当时我说了 如果你要让我选呢 我选天鹅的600 那今天它已经 晋级了700 那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知道 看一下就知道 看一下筹码就知道 它从第一个板上来 底下的筹码就没动过 第一板上来 底下的筹码都没动过 看到没有 没有动过 底下筹码没动 到今天底下筹码 依然没动 所以这个股票 是我比较看好的 或者说是 乘腰的概率比较大 对吧 那么 去年的十月份 就是去年的十月份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不知道是 像天鹅这种走穿越呢 还是说会有新的十倍股起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九安医疗 因为经常来讲 我觉得新的腰股 十倍股 跨年的十倍股出来 对吧 应该是在竞业打结束以后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从这里启动了 去年的十月十五号 对吧 这个六块多启动的 就九安医疗 翻了十倍多 最高挡到了八十八块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跨年的腰股 那今年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历史有的时候会重演的 所以在十一月 中旬以后 大家要特别留意 会不会出现新的 像类似于 去年九安医疗这种腰股 有独特的题材 或者说是有一些 自身的一些业绩的优势 对吧 甚至于是股东里面可能会有些国资背景等等 都有这种叠加的因素 大家去看一下 所以可能更多的 就是因为我看今天竞业打的这种情况 有可能竞业打要结束了 竞业打要结束了 那如果竞业打结束了以后 那就是我们要到下周以后 就是关注 对吧 当然因为时间这个东西讲不清楚 它也不一定是十一月十五号 它有可能到十一月下旬才出来 对吧 那原则上应该是竞业打结束了以后 才会出现新的跨年腰股 那到时候这个大家自己都可以跟踪 因为买得到买不到呢 这个有的时候是个运气问题 对吧 是个运气问题 就你能买到腰股还能拿得住 那肯定是个运气问题 那么即使比如说小资金能真的参与到了这个腰股 因为它的空间会比较大 对吧 比如说它真的翻了好几倍 那你说再小的资金翻了好几倍吗 也还行 对吧 拿了一万块钱 你整个给你翻了好几倍 你一万块也能变三四万块钱 对吧 那也不错 所以当然不一定是 我就说一定是一万块钱 我只是举个例子 大家做好这个准备 做好这个准备 那么刚刚我们讲了这个供销社概念 它其实已经自己走了一个独立的 然后跟它助攻的是这个 西安饮食 西安饮食是作为这个天鹅的助攻品种 对吧 它也有它有社区餐饮 其实也是供销社概念 然后再加上一个这个在职教育 所以基本上就这种 这种情况 对吧 那反正今天是个烂板 那如果明天实际上 结合镜价就能看得出来 烂板要转强 才所谓的落转强 而且今天换手特别大 那如果明天直接落了 就开盘就落了 或者说是被按掉了 那么西安饮食应该就 就是它的这个供销特助攻品种 有可能就下去了 对吧 这是这是一块 还有一个呢 是跟元宇沙这个 其实跟信创都有关联的 叫天地在线 对吧 那么也有 现在也有人把天地带线 作为一个可能已经启动的腰股了 对吧 天地带线 那当然 从体量上来讲呢 它就是体量还是比较小 就这个市值比较小 走十倍腰股的概率是基本上没有的 这种股票因为体量太小了 你去看看九安医疗 之所以有 它还是有一些资金的容量的 对吧 这个呢 太小了 就是市值太小了 就你你搞一个 比如说 现在今天的换手率也挺大的 对吧 你也就五个多亿的成交量 你跟九安之前这种是不能比的 对吧 就是一般来讲 一个腰股能走上去的话 一天的成交量得十亿左右 就来回这样 走这样的话呢 至今都能进得去 对吧 我们看一下九安医疗吧 刚时的九安医疗吧 对吧 就是走上来的时候 我看下方量的时候 对 有17个亿了 对吧 就它的量肯定要在10个亿以上 当然你看 这个地方也有10个亿 对 就差不多吧 就是10个亿以上的这种 嗯 就是个股 就是容易吧 就是 等于说是比较容易去 能够 受到后面更多的资金追捧 对吧 那么它因为已经 已经 嗯 这个股票其实已经有高度了 对吧 已经大出高度来了 那 现在的成交量 嗯 就是底下可能成交量可以小一点 那现在这个成交量还是不行 所以我觉得 它是可以作为一个高度 嗯 龙头的一个参考 但要想走出像九安这种 可能基本上概率很小 啊 概率很小 所以 我们还是看近业大吧 如果近业大结束了 那这些高几个 一个是天鹅 一个是天地赛线 可能 也都面临着这个就是 嗯 短期的沉压吧 对吧 今天其实 已经有很多 分化了嘛 各股已经有分化了 对吧 就是有的强 就是有的强 有的弱 啊 呃 这个是 就是从 几个高标的情况来讲 然后那个体育概念 对吧 体育概念就是 重点就它了 今天也是开了开了一段时间 然后尾盘又封好封上去了 我进这层尖上还行 那么体育反正就是看这个所谓的世界杯概念 就是看历胜啊 历胜如果走走不上去走不到 连300都走不到 那也是要就是怎么说 就不能高看一眼 或者说体育这块也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强啊 没有那么强 那么我们回来看啊 这个就是从板块的角度上来讲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是昨日涨停嘛 对吧 昨日涨停 昨日涨停今天的这个呃 就是连板率其实还行啊 还行 那么就这这几个呃 有几个晋级的嘛 对吧 就是像西安影视晋级的 然后双层还行 那双层 嗯 位置有点 因为它调整的位置有点低 所以你要说它一定走二波呢 我觉得二波的概率也小啊 双层对吧 然后其实就这几个 一个是沃顿 天地在线啊 然后那个啊 就是 那个叫什么 天额股份 对吧 基本就是这几个嘛 然后底下的 我觉得像西安影视这些 可能会先挂 然后大家看一下 像中泰 对吧 这种已经放了很大的量了 然后那个什么中率 这些都已经出现分歧 就昨天了 对吧 当然也有那种 这个风声药液的分歧 那还有那个 就是 赛武技术 赛武技术的也是一个 就是 定不上去 还有那个华盛 华盛资料 所以就基本上就是高位的那些 有有分化的 就是主动已经开始有分化的 我觉得明天可能分化这个情况还会继续啊 明天还会继续 所以这是一个呃 从高位的个股 然后他们本身代表着自己的一些就是方向吧 对吧 那嗯 天地在线加上 反正天地在线加上那个吧 戈尔吧 决定了 信创的 短期的强热啊 所以我觉得信创可能 今天已经反弹了 明天不排除再往上冲一下 那基本上差不多了吧 我觉得这不反正 吵到现在应该也差不多了 后排的反正该不涨了 也不涨了 好那 呃 我在呃 今天这个 今天反正就是 尽量提示一些 后面的风险吧 因为明天是很关键的 因为今过今天的调整 明天应该是要向上啊 对吧 那向上就是要看成交量跟整体市场的力度 包括板块的协同性 对吧 如果说呃 再去拉这种权重 呃 就是纯粹的拉指数 然后又放不了什么太好的量 就没有什么协同性 就比如说指数涨了 明天又是涨了一个寂寞 就等于说哎呀 指数好像是看着不错 但赚钱相应并不好的话 对吧 甚至于题材啊 这些 哪怕就是就有点像 那像信创啊 这种就就反弹了一天 然后明天又不行了 对吧 其他或者说 这个题材也不是很 很好 就是元宇宙也 也不行 然后呢 体育体育的这个 世界杯概念也一半半 对吧 甚至于这个 呃 之前的铃矿这块 也不是很好 那么 那就是 等于说 题材走不出 这个持续性 然后这个 嗯 板块的轮动 要比想象的更快 呃 拉权重的时候 又不能够放量 所以这些都是 反弹进入到尾声 或者说不太好的一个信号 然后 我说一下那个啊 我就拿这个 科创板来举例子 好吧 你就拿科创板来举个例子吧 就举例子啊 比如找花锋 花锋 测控 好吧 我就拿它来举例子 花锋测控 来举例子 那么这个方法呢 呃 我正好是借鉴了 我觉得挺有用的 因为我有个朋友 做量化的 就是 因为他平时也 也会跟我交流嘛 因为我们关系还挺好的 然后 他也会问我一些强势 瓜会怎么样啊 然后 因为我看了他们的量化 我觉得他们的回撤 做得很好 其实量化做得好坏 主要是看回撤 对吧 因为你如果你的回撤小 那你每一波行情 你都能吃得到的 因为你量化来讲 它实际上就是 只要符合买入的条件 他们就会买入 但买入以后 实际上关键是看回撤 对吧 如果回撤掌握的好 就没什么问题 那 我 我把他的东西呢 呃 稍微 稍微修改了一下 就是说 我觉得因为别人是量化 我们做不到量化的 因为我们 普通投资者来讲 你没有办法去整套系统做量化 你只能说 用他的一些方法 或者说我把它改了一下 更适合于我们 好 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叫做 三 嗯 应该叫三 三三零 这个 锁定利润 就是三三零 锁定利润 我把它叫做三三零 锁定利润 什么意思啊 首先 就是当一波行情 比如说 哦 这波反弹了 你怎么知道 比如说你买了某一只股票 或者你手里有某一只股票 不管你现在是亏损的 还是赚钱的 对吧 那你怎么知道 我们要锁定利润 或者说这波反弹完了以后 我要 捡捡长 对吧 等他哪怕 我看好他 等他哪怕回来了 回调了以后 再把它买回来 对吧 那你 你是不是要有原则 我哪有什么时候要走 就有点像 我们经常会讲 无脑买入 那什么时候 你无脑买出呢 那肯定要个参考嘛 所谓的三三零 是这个意思啊 第一个就记住三零 三零是什么意思呢 三零指的是 从底部起涨 涨幅超过30%的股票 那有人说 涨了50%呢 那也超过30% 就是30是一个门槛 什么意思 就是你的股票 一定要超过30% 你才能用这个方法 你不要到时候又跟我说 我涨了29%能用吧 所以我们经常会碰到 这种情况 对吧 就是有人就会跟你杠 我说了30就以上 就是30以上 对吧 你非要去杠 就没什么意思了 所以我就讲一遍啊 就这个事情 我就讲一遍 而且我就这么跟你说 外面也没人教你的 因为这个东西 没有人知道 我也是透过朋友量化 我觉得 他们的是回撤做的好事 一定有原因的 我才愿意说 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以后 我把一些精华的部分留 就拿出来 然后我做了一些修改 包括我为什么用3跟30 我会跟大家讲的 那好 那30是指什么呢 比如说底部起来 这个股票涨了30%以上 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 你拉到这个高点吗 对吧 有没有30了 肯定有了吗 涨幅超过40了 对吧 最高涨幅49 最大涨幅是 49 OK 那没问题了 那就超过30了 对吧 好 那超过30 你不要管 反正超过30以后 第一根阴线 记得 超过30 以前我们讲过 叫三天不创新高 对吧 是不是要走 好 那我现在加一个条件 加一个什么条件 刚刚我们讲的 第一个叫涨幅超过30% 就你的涨幅超过30% 好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当你的股票 从底部涨幅 就一波行情吧 我不能说底部 就这一波行情 反正你们都知道 这个是反弹 或者说以后有反转 也一样的 因为反转 也不可能 一个股票天天涨的 对吧 好 那什么是良性的上涨 良性的上涨 就慢慢慢慢涨 对吧 一般来讲 当他的 这个我说一下 我这个方法适合 不适合用什么股票 就不适合什么股票 不适合龙头股 就有点像 不适合这种股票 这种股票是不能用的 那有人说 那天跌停了 哎呦 又反暴了 不能用的 你一天到晚涨停 涨停跌停的 不能用的 好吧 我说清楚啊 就龙头股不能用的 只是适合一般的股票 就大部分不是龙头股 因为你肯定是适合 适用于90% 90%以上的股票了 对吧 10%的这种 特别烂的 或者说特别烂的 本来就不能用 你30%都没涨到的 那也不能用 对吧 然后特别好的 就一直涨停的 连板的 高度龙头的 不能用 就适合一般股票 好 从底部 我们再来重新讲一遍 从底部上涨 区间涨部 要超过30% 你就记得 你要开始观察了 因为你的股票嘛 就先开始 再来重新讲一遍 你这么烦 虽然我们再来重新讲一遍 然后再来重新讲一遍 我再来重新讲一遍 但我再来重新讲一遍 我再来重新讲一遍 那儿就去吧 然后再来重新讲一遍 跌3% 然后这根是K线 你在这根K线的最低地方 只要超过3%的下跌K线 你画一根线 就在这里画一根线 好 只要这根阴线被有效跌破 像今天就是有效跌破了 看到没有 对吧 只要这根阴线被有效跌破 或者说 就是后面的反弹 比如说后面的这种反超 这个有效跌破以后的反超 都是落反超 这已经是有效跌破 你就无脑走 你就无脑走 卖错也要走 因为为什么 我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在上升的过程当中 一旦涨幅超过了30%以上 当它第一根阴线出来 跌幅超过3%以上 对吧 如果它是要洗盘的话 如果它是要洗盘的话 一般什么 就留有下影线 这叫洗盘 那它不会再去跌破了 后面应该是要往上走 就洗盘 它就继续往上走 那再往上走 那就你再等下一根 这个阴线 就等下一根的这个 跌幅超过3%以上的阴线 如果它不是洗盘 就纯粹这里是一个头部了 比如说它一个落反超再下去 把这个地方跌破了 就这根阴线 3%以上这个跌幅的阴线给跌破了 有效跌破了 你就要走 那走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当天就走 就像今天 我就走了 我不跟你搞了 我锁定这波利润了 对吧 以后你反上去了再说 对吧 你把这个收复了 比如说把这个阴线 二分之一的 不是二分之一 这个阴线阳包阴了 我再来 没事 那么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还有一种 就是今天我没走嘛 那么也就是说 明天如果有落反弹 只要 什么意思 这个落反弹 这根阴线 就这个画的这个地方嘛 对吧 弹上去 或者说是很勉强的 就基本上收不回来 或者说是就是这种的 小阳线 对吧 缩量小阳线 反凑 你都要走 都要走 好吧 一种是无脑就走了 跌破就走了 我不跟你搞了 一种就是反抽的时候走 好 那我们来看看它前面的 比如说前面 它不 这里也有一波上涨吗 这里也有波上涨 你看它这天 等于说是涨的 这根 这根是假阴线 不算的 所以我们从这里开始算 比如说算到这里吧 算到这里好了 好吧 算到这里 区间统计 涨幅超过百分之 这个40了 对吧 那就没问题 好 那我们就开始等阴线了 就等什么阴线呢 比如说 等 等到这根阴线 这根阴线的跌幅是4% 看到没有 跌了4% 好 那在这根阴线的上方 画一根线 就最低价 就最低价 花一个阴线 好 什么时候跌破 这天跌破了 对吧 有效跌破了吗 是吧 这是不是有效跌破了 但一定是3%以上的阴线 对吧 这天跌了4% 好 这天有效跌破了 那你可以在这天走 或者说在未来的两天 大家可以看 都是这种缩量阳线 跟前面的阳线不能比了 缩量阳线 或者说是这种反臭 你要离场 他给了你几次离场的机会 你不离场 后面就这种了 看到吗 所以你无脑走是对的 好吧 就是我该说的 我都跟你说了 就是那有人说 那万一他真的是洗盘呢 是有可能 洗盘 挖坑也可以 那他一定会收回去的 那你即使后面再买回来 你的成本最多抬高一点点 但是 这个就是我说的 就是这种概率 虽然是小概率 它是有的 对吧 没有百分之一百的事情 看小概率 你的成本就是抬高一点点 但是站在大概率的角度上来讲 他能帮你规避掉这种 又下去一波 可能又跌了百分之十 你的利润被差掉了 所以那 我的意思就是 你的每一次 比如说你在这里进场了也好 或者说你这里做了一波反弹也好 你把利润锁定掉 你把利润锁定掉 比如说 因为一财那边 他们有那个股票来问我的 对吧 其实我 我也是一样用这个方法 比如说这一波行情起来 对吧 到这个地方起来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地方 比如说到这个地方 它的涨幅只有20%是不能用的 对吧 那什么时候能用 到这个地方就能用了 到这个地方用了 对吧 超过百分之30了 好 那你看 我们来看这根阴线 这根阴线跌了多少呢 跌了百分之一点几 所以这是不算的 那这根阴线跌了多少呢 这个还是阳线 对假阴线 对吧 涨了百分之一点几 也不算的 那什么时候算 这根算 这根也不算 这根是一点几 对吧 什么时候算呢 那这根算 跌了百分之四点几 看到没有 跌了百分之四点几 那你在这个四点几的地方 把它移上去吧 那就这根 那就这根地方 那一般来讲 像我看到这种情况 我肯定是反抽的时候就走了 因为反抽就是缩量 缩量缘 对吧 人阴线都过不去 然后这种地方也是给你走的 你不走 那昨天是有效跌破 看到吧 昨天是有效跌破 那你肯定要走 或者说你昨天没走 今天只要翻红 肯定走 你不走对吧 今天又是3% 没了 所以你就能锁定掉利润 虽然你不是跑在最高点 但是那个 这一波的利润 大部分你是能锁定的 就是头部的阴线 超过30%以上的上涨 只要在头部出现了 一根超过3%的阴线 你就在这个阴线的最低价 画一根线 如果第二天跌破就马上走 如果第二天有落反抽 那你可以看一下 对吧 有的时候就落反抽 或者说是来跟缩量的线 后面又反包上去也可以 那你但你的最后离场点 像这种肯定是 这已经很差了 就它没翻不上去 对吧 那你也可以走 但你最后的离场点 就在这个位置 你一定要离场 一旦跌破了 你就要离场 因为你要知道 一根3%的阴线跌下来 本身就代表了 这一波行情 或者是这个股票的反弹 走了一段时间 这个股票的反弹 已经出现了比较大的 这个就是回撤了 就因为3%是一个比较大的阴线了 不算是一个很小的阴线了 对吧 好的股票一般都不会 就是它洗盘也是洗一洗 然后就收回去了 对吧 而且第二天也不会再去创新低 那如果后面还要创新低 那就代表着 本身的跌幅会增大 那这个跌幅增大 就意味着 行情的结束 3% 大家记得3跟30 34是涨幅 就上这波的涨幅 34是跌幅 如果在一波涨幅以后 出现了3%的放量阴线 或者说阴线 都可以 对吧 如果一般是放量阴线 那要特别小心了 像这种放量阴线 那就是好 你就该走了 好吧 那么 这个就是无脑卖 就是无脑你锁定利润卖掉 就特别是你的股票 涨了3%以上了 你们自己去把 所有自己手里的股票 去看一遍 如果符合这个条件的 那你就知道 后面要卖了 对吧 如果我们不符合这个条件 那就继续等 没事 好吧 那今天我把这个卖 就是最简单的卖 因为它是一种量化的条件 我跟大家讲了 原则 就有一定有条件的 所有的量化 都是有条件的 对吧 我在它的条件下 就是我 我比我朋友 用的量化的条件 还要苛刻一点 对吧 因为别人做量化 它可能就是波动 会放的更 更这个大一点 对吧 我把波动拉的是更小一点 那么 因为它还有些 其他乱七八糟的 我把它去掉了 我觉得太复杂 我们就比较简单 一波上涨行情的 这个30点以上的利润 那你要靠 怎么能够守住 对吧 那就是跌 只要跌3%以上的阴线 这根阴线的最低价 再次被跌破 就结束 随时随地走人 好吧 那今天这个 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就这么多 然后明天很关键 就明天看 能不能上去了 反正我对成交量已经 说了我的观点了 对吧 我觉得已经不满意了 或者说已经不合格了 那后面是不是 当然我觉得这个不合格 肯定它不会一下子就结束 对吧 市场肯定还会向上 甚至于再打过一次 3100点来优个多什么的 都很正常的 对吧 因为昨天也跟大家讲了 像贵州茅台这种 很清楚的一点 越线嘛 对吧 周线吧 五周均线就反压的 更不要说越线了 对吧 五周均线都反压 更不要说越线了 那五周均线反压什么意思 第一次哪怕冲上去 也得想 我说批头战法的 这个上不去的 批头战法不可能一下子上去 那反转了 要变 对吧 所以大家知道就行 那么 我反正该讲了都讲了 然后重点两个 一个是观察全市场的成交量 不能低于9000亿 就是 哪怕反弹 对吧 后面反弹了 也不能低于9000亿 我原则上 我觉得在万一之下就有问题 那么9000亿是个最基本的 第二个是科创板 不能重回700亿之上 那你就知道 这个科创板 是一个先行指标 市场有可能已经开始 从科创板的 就科创板这个方向 已经转落了 他先转落 就他先最强 然后他先转落 其他可能都是部长 好吧 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就要找到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